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洋洋黄塘 北大突厥打打 南辟南照十万大山 东征高沟离客户辽东故地西府西宇舍多户府 万邦纷纷入朝称臣 天客寒传千古 念铁血强踪 拳打辽鲁于高杨河角 踹挡下 贼子于三窗口 头垂女真满意开封锡 顶门寇于阳山 毫不威风 可歌可气让人热泪盈眶 每每读到这两段历史 一幅幅描写汉家男儿 在在外抛头颅洒热血的宏大战争场面 都会遇上笔者心头 并笔者心持神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平凡热切的对外战争 不仅影响了平头百姓的正常生活 也在文坛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变化 崔云英和张升格强永爱的故事 被视作对时代的辜负 是穷酸胚的和无知富足的下作勾当 卧冰球里的典故 亦被树枝高阁 对父母的孝顺不能先于对祖国的牺牲 更不再有什么风花雪月的勾兰运势 值得歌颂 孤舟梭立翁 读掉寒江雪的饮食生活习惯 只会遭人耻笑 一切的一切都已战争优先 云爱国的人 总比真刀真枪爱国的人 都当头比从容成为时代的召唤 杭宋门坛的创作 向对战争的描写和赞宋的转变 乃是顺理成江之势 能本能五步伐勇气的如心气急之流 自当使赤国上阵 要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连白发生 是他们的通行证 也是他们是木质 明 空有一身胆气 却手不能腹肌的如李白 曾身之力 为了不被时代所抛弃 就只好躲在小房间里 日夜苦思冥想 些些古来清始水不尽 仅见功名胜古人 这别是来向世人和朋友 展示他们的英姿国发 另外 一小部分唐宋文人聪明了 把历史进程和个人结合起来 把他们全部经历投入到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中 使得唐宋战争文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分析完时代问题 我们再来讨论文人这一职业 古代文人不仅是脑力劳动者 也是体力劳动者 和今天的网文携手有一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成就不在物质层面上体现 所以评判雕塑工匠 实行画家 书法家的作品好坏的标准 完全不是用于他们 诗词歌副的寓意包罗万象 结构层次千变万化 运脚高低不同自成一派 在当时 评论者的好物倾向 几乎成为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 完全可以说 只要大师的一个肯定或否定 文学创作者就会升入天堂 享受世人的无上吹荒 或坠入地狱 饱受他人的讥讽和戏谑 古代文人大多并不比今天的网文携手轻松在这种情况下 从使文学几乎变成了一种为取悦他人而创作的事业 各种艰辛只有从业者知道 不便的坐姿令他们的脊柱变形 长时间的全神贯注 使他们视力受损 不断为措辞而搜长刮堵 让他们的精神近乎崩溃 日复日一日四现代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般老作 无论是谁都会疲惫不堪想要逃离 传统的创作题材打动不了他们以麻木的内心 唯有激动人心 快意恩仇的战争 才能拨动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险 梁州此豪放潇洒的生活方式 十分吸引中国古代文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